周瑞文终于提出了离婚,早在一周前,我就知道她要跟我离婚了,那天早上,她的文件不小心落在家里,因为担心她要用到,我便送过去,原本我想直接进去,但我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便只是站在门外,透过门缝,我看见一个女生正坐在她的大腿上,双手搂着她的脖子,我很清楚地看到, 那个女生就是江倩,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之前我就觉得江倩对周瑞文有意思,但周瑞文对江倩似乎没什么别的意思,保持着应有的距离,既然没有异样,我也不好多说什么,以免影响我们夫妻的感情,没想到现在被我抓了个现行,瑞文哥,你什么时候和姐姐说离婚啊? 很快,很快就会说了,瑞文哥,我知道你很为难,但是我肚子里的孩子等不了了,我不想让她没名没分地出生在这个世界上,放心吧,我也不舍得让你们母子俩受委屈,我就知道瑞文哥对我最好了,江倩的撒娇差点让我反胃,但活生生被我内心的震惊压下去了, 好家伙,江倩居然连孩子都怀上了,看样子他们在一起有段时间了,而我居然还认为周瑞文对江倩没意思,我真够傻的,对了,瑞文哥,这周我们去清泉山庄的别墅好不好,听到清泉山庄,我的拳头一下子就握紧了,清泉山庄的别墅是我外公送给我们的结婚礼物,周瑞文也借这个东风签了几个大的合作商。 失业又上升了一大步,可是现在这幢别墅却成了周瑞文和江倩偷情的地方,真是讽刺,你现在还怀着孕呢,不方便吧,那等我生了孩子,去那里坐月子好不好,那个别墅安静又舒服,我真的好喜欢。 好,都依你,两人在里面你浓我浓,我气得文件也不送了,直接回家,但我冷静下来之后,认真地梳理了一下现状,虽然刚结婚的时候,我们两人约好五年内暂时不要孩子,让他努力拼事业,等事业稳定了。 我们再要孩子也不迟,可过了两年,因为他妈妈催得紧,他也动了想要孩子的念头。 为了这件事,我们没少吵架,既然现在江倩怀孕了,周瑞文可能真的会为了这个孩子提出离婚。 要离婚,就必定会涉及财产分割,所以我必须在周瑞文提出离婚之前,摸清楚我们两人之间总共有多少财产,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成为被动的那一方。 虽然我早已知道周瑞文和江倩的事,但在他提出离婚后,我仍然假装什么都不知道,逼问他是不是外面有人,等他承认后,我就在他面前哭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没错,不管他说什么,我都只是哭,一句话也不说,只有这样,才能让他觉得我是真的被惊讶到了。 而且非常委屈,让他心软,周瑞文看我哭得一抽一抽的,似乎也手足无措,只能递纸巾给我,但我没有接,小鱼,你别这样。 现在倩倩已经怀孕了,无论如何,我都应该给她一个名分,要不你看看这份协议书,如果不满意,你开条件,不管是什么要求,我都答应你,只要你答应和我办离婚手续就行。 很好,我要的就是这句话,我用纸巾擦了擦眼泪,醒了下鼻涕,我现在没心情看,其实我是故意这么说的,就想看看周瑞文到底有多着急,一旦我能探出他的底线,就可以更有胜算一些。 那你什么时候看,你也知道,孩子等不了,你就这么着急呀,糟糕,我居然没控制住情绪,把心里话丢出去了,不过这个情绪应该还是合理的,毕竟哪个女人第一次听见自己老公出轨不生气的? 我,我,没想到被我随便这么一问,周瑞文居然急得结巴了,真好笑,但我得忍着,只是又要哭,又要忍笑,我真的好辛苦。 算了,我故意又抽了两张纸,去擦眼角残余的眼泪,顺便挑了一眼周瑞文,居然看到他脸上有一丝不忍,明天吧,明天我会给你一个答复的,真的,周瑞文的眼睛瞬间明亮起来,脸上也有了笑容,不再是死气沉沉的模样,小鱼,谢谢你,谢谢你,我没理他,又继续哭,大概是招架不住我这么个哭法, 他很快就以公司有事为借口溜了,但我也松了口气,终于不用再演戏了,再哭下去,我怕我会瞎,为了个渣男瞎了眼睛,不值。 我在衣柜里拿出藏好的离婚协议书,这是我盘点完我们所有资产之后,偷偷找律师你的,对比了周瑞文给的离婚协议书,我发现他分配的财产几乎和我要的相反,不过没关系, 和他在一起八年,我是了解他的,他这个人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只要能让他心软,他就会对你言听计从,到了明天,该属于我的, 我都要拿回来,我没有主动找周瑞文,而是等他来找我,毕竟着急离婚的不是我,是他,他也确实坐不住,我才刚吃完早餐,他就回来了, 问我考虑的怎么样,这是我改的,你看下,我把离婚协议书放在他面前,他拿起来看了之后,眉头深皱,他有这个反应,完全在我的意料之中,现金部分还是一人一半, 我手上的公司股份,全部置换成我们名下的两套公寓,外加清泉山庄的那套别墅,至于现在我们住的房子,归给周瑞文, 而周瑞文索你的离婚协议书里,我手上的公司股份依然归我,现在我们住的房子也归我,其他部分归他, 但是公司的股份,我根本不想要,尤其是我现在也不看好他的公司,公司的财报我不是没看过,收益并不理想, 还有一群老董事天天泪斗,像是恨不得公司早日关门大吉,周瑞文每次为了安抚他们,都要花很大的力气, 一家人心不齐的公司想要倒闭,不过是请客之间的事,与我而言,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才是最有用的,周瑞文放下协议书,无奈地笑了,小鱼,你这些条件,未免太苛刻了些, 怎么,你不是说不管是什么要求,你都会答应我,现在难道要说话不算话吗? 而且这里的房子,还有公司的股份,都归你了,我要那两套公寓,也不过分吧, 那至少清泉山庄的别墅,能不能留给我,我可以用公司的股份来换,我算是听明白了, 它的底线是清泉山庄的那套别墅,就因为江倩说喜欢那套别墅, 她对小情人还真是宠爱啊,为了她,甚至连公司都可以不要了, 瑞文,清泉山庄的别墅,是外公给我们的结婚礼物,对我有着不一样的意义,我还是想把它留下, 虽然我也曾经为公司付出过,但是我不要公司,因为我知道,那是你爸爸留下来给你的, 是你爸爸的一个梦想,而你也一直在努力地守护他的梦想,即使你伤害了我, 可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就算离婚,我也还是忍不住为你考虑,想把公司留给你, 只要你同意这上面的条件,财产过户好之后,我就立刻跟你去办离婚手续, 你了解我的,我说话算话,看见周瑞文犹豫的神情,我知道我说动他了, 但这还不够,我故意又抽了两张纸巾,擦掉眼角的泪,看起来更真情实感些, 周瑞文看着我,又看了看协议书,叹了口气之后,最终拿出笔, 在协议书上签了字,然后递到我面前,小鱼,谢谢你,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和你说一声对不起,看着周瑞文那副自我感动的样子, 我差点没把早餐吐出来,一声对不起,就想抹去对我们八年感情的背叛吗? 想得太美,但是没办法,该配合的演出, 我不能视而不见,只有继续表现出委屈和体贴, 才能让他更心软,我才能更顺利地拿到我想要的东西,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乘胜追击,和周瑞文约好, 明天就去办财产过户,等完成之后就立刻去办离婚手续, 心软的周瑞文已经对我的要求百依百顺, 而且他也着急离婚,自然是爽快答应, 等他走后,我大大的松了口气, 但又不敢过于松懈,毕竟签字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的财产过户,才是真正的关键, 过户居然比我想象的顺利很多, 原本我很担心周瑞文会出现反悔, 给我制造麻烦,但没想到他手脚很利索, 该配合的地方都配合了, 等所有财产都处理好之后, 我就跟他去办理了离婚手续, 办完离婚证出来, 他磕磕巴巴地问我要不要坐他的车走, 我知道他只是碍于面子才开的口, 就拒绝了,自己打车回家, 在办离婚的这段时间里, 我已经把东西都打包出来, 放在其中一套公寓里, 打算离婚后就住进去, 从前为了周瑞文, 我在家里做起了全职太太, 外人看我的生活好像很轻松, 但只有我知道, 照顾一个家有多累, 现在恢复单身, 也是时候放飞自我, 随心所欲了, 但想了想自己最擅长的事情, 好像只有做饭了, 周瑞文因为工作, 常常是一整天都不在家, 所以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 就只能研究料理, 不过周瑞文对我做的菜, 时常挑三拣四, 不是说闲了, 就是说太油, 但是一个人做饭真的太孤单, 也没人一起分享, 于是我就把做饭的过程拍成视频, 放到了网上, 一开始反响平平, 没什么人看, 但我也不在意, 毕竟只是闲着没事玩玩而已, 后来有一个粉丝每次都点赞和评论, 倒是让我有了些动力, 开始思考怎么把视频拍得更好, 生活就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 直到中介的一个电话, 打破了我的平静, 原以为中介是找我谈前不久挂卖的一套公寓, 可没想到却是问我考不考虑卖清泉山庄的别墅, 我立刻警惕起来, 毕竟我从来没跟他说过我有别墅, 但他居然精准知道我手上有一套别墅, 这多少有些吓人, 知道我的疑惑后, 中介立刻解释, 是有人知道别墅空着, 又得知所有者是我, 看到我在他们那挂卖房子, 才通过他们来找我, 但我还是觉得有点蹊跷, 就约了中介当面谈谈, 这一聊, 我就听出了端倪, 真正的买家, 是周瑞文吧, 中介明显慌了, 不敢承认, 也不敢否认, 就这么傻愣着, 可我内心却在冷笑, 周瑞文的关系网我都很清楚, 偏偏他找了这张网里的人来出面做买家, 我想不知道都不可能, 而且他居然让中介知道了真正的买主是他, 我心里一顿吐槽, 他是真的以为我在家三年, 什么都不知道了吗, 还是过于自信笃定我猜不到, 但他想买下别墅的原因, 还是江倩吧, 我猜测是周瑞文告诉江倩, 他把别墅给我了, 江倩恼了, 又逼着他来要回别墅, 但木已成舟, 没办法, 他只能来买回, 如果是这个目的, 那事情倒是有趣了, 你回去告诉他, 我对这栋别墅有很深的感情, 即使要卖, 也没办法接受一般的市价, 所以, 我出了两倍的市价, 两倍, 中介明显吓到了, 毕竟这是两套别墅的钱, 不是小数目了, 没错, 如果你能说服他, 我还可以给你双倍佣金, 这相当于是双倍的两套别墅佣金啊, 换作是谁都无法不心动, 中介的性质一下就高了起来, 至于我, 倒是不太在意这个事, 反正两倍卖不出去, 大不了我就不卖了, 这对我也没什么损失, 只要东西还在我手上, 主动权, 就扔在我手上, 中介告诉我, 周瑞文听到价格之后很犹豫, 虽然他劝说了很久, 但对方还是没定下来, 我让中介先不要主动去找他, 晾他一会儿, 毕竟需要别墅的人是他, 我完全没有必要着急, 而且以他现在的状态, 最适合欲擒故纵, 果不其然, 不到两天, 周瑞文就自己主动找上门了, 但他只愿意 再多出市价一半的钱, 让中介来跟我再谈谈, 我自然是不同意, 只是多出一半的市价, 实在太便宜他了, 你去告诉他, 我本来就没打算卖这套别墅, 如果要讨价还价的话, 那我不卖了, 反正我无所谓, 这套别墅也不是我求着周瑞文买的, 而且周瑞文还不想让我知道买家是他, 也不能来问我为什么不卖了, 只能自己干着急, 突然觉得这样玩玩他, 心里还挺舒服的, 中介后面又给我打了几次电话, 周瑞文还在各种还价, 但我都拒绝了, 我让中介坚持跟周瑞文说, 没有两倍, 我绝对不卖, 后来中介好几天都没消息, 我还以为周瑞文放弃了, 结果有天下午, 中介来告诉我, 周瑞文同意以两倍的市场买下别墅, 他还真愿意买呀, 我惊了, 也有些无语, 这是个什么冤大头, 真是钱多没地花, 不过他想要, 就给他吧, 反正一想到他和江倩在里面偷情, 我也很嫌弃, 而且他可能, 正开心着呢, 拿回了别墅, 江倩肯定把他哄得可好了, 我同意之后, 把交易的事情委托给了中介, 我偶尔盯着, 正好我的大学同学林香香回国了, 别墅的事情也处理完了, 心情不错, 就约他出去吃大餐, 没想到你和周瑞文就这么散了, 真是可惜, 大学的时候, 我和周瑞文谈恋爱, 林香香全程为官, 所以他很清楚我们整个恋爱的过程, 在婚礼上, 他还是我的伴娘之一, 不过现在网上都在传, 说周瑞文和你离婚, 是因为他出轨, 是真的吗? 我拿起茶杯, 抿了口茶, 没有说话, 但是我叹了很长一口气, 表现得很优怨, 林香香将我的表现视为默认, 所以是真的呀, 他真的出轨了, 我只能说, 网上的传言, 未必全是假的, 网上的言论, 当然都是真的, 因为这本来就是, 我找人故意曝光的, 不过我, 还是留了点情面, 只曝光了周瑞文出轨, 没有放出姜倩, 毕竟一次性全部放出来, 就不好玩了, 而且大家也知道, 他的公司, 过去我帮了不少忙, 现在背上一个辜负遭康之期的负面新闻, 他不仅要想办法稳定股价, 稳定合作商, 还要稳定董事会, 估计正头疼着呢, 真没想到, 大学的时候, 你们多好啊, 而且你当时找了多少关系, 他的事业才有现在这么好, 居然都不懂得珍惜, 坐在我对面的林香香, 义愤填膺, 生气地喝了一大杯水, 感觉你就这样跟他离婚, 太便宜他了, 不会, 反正该还的, 他迟早都要还, 因为太久没见, 聊得太欢, 茶水喝多了, 就总想上厕所, 可在路过一个包厢的时候, 包厢的门没关紧, 露出一个大缝隙, 我瞟了下里面, 竟然是江倩和她的朋友, 我鬼使神差地靠近了包厢, 靠着墙躲在一旁, 想听他们聊什么, 你怎么点了带蝶豆花的饮料啊, 孕妇不能喝, 放心吧, 能喝, 我没怀孕, 江倩没怀孕, 虽然我很诧异, 但第一反应, 还是拿起手机偷偷录像, 然后继续偷听, 什么, 你没怀孕, 但这种事情怎么瞒得住啊, 不用瞒啊, 等时间差不多了, 我就直接假装留掉就好了, 反正当时假怀孕, 也只是想逼她离婚, 跟我结婚, 我们现在马上都要结婚了, 等结了婚, 她也拿我没办法, 你就不怕她在结婚前发现了, 才不会呢, 她每天忙着工作, 也不会陪我去产检啊, 再说了, 她这个人很好哄的, 对她说些好听的话, 撒个娇, 她什么都听你的, 那婚礼不会也是你用怀孕的事情逼着她办的吧, 不然呢, 她总是说刚离婚就结婚, 还要办婚礼, 外面的传言会影响她的公司, 但是我现在这个情况, 不赶紧让她结婚, 肯定就要穿帮, 算了, 不要说这个事了, 对了, 她把清泉山庄那套别墅当结婚礼物送我了, 你们什么时候, 有空, 我们可以去那里玩啊, 听到一半, 我看到有人往这里走, 赶紧收起手机小跑离开, 生怕被人发现, 我跑到外面一个空旷的地方, 打开刚刚的视频, 又看了一遍之后, 心里突然在想, 如果周瑞文知道了这件事, 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应, 正当我在思考, 要怎么把这件事情, 无意地告诉给周瑞文时, 她又自己找上门了, 她和江倩的婚礼, 很快就要举行, 想邀请我去参加, 我的前夫和我的妹妹在婚, 居然需要我这个前妻参加婚礼, 你是希望我大闹婚礼现场吗? 我忍不住嘲笑她, 也不知道她哪里来的勇气, 认为我会去, 不会的, 我知道你不是这种人, 看周瑞文的样子, 好像这件事情对她来说, 确实难以启齿, 但又不得不来邀请我, 最近网上不知道为什么, 有我出轨的传闻, 我知道这些传闻, 肯定也影响到你了, 但是如果你能来的话, 那说明我们是和平分手, 这些传闻肯定不攻自破, 我差点把白眼翻上天, 这算盘打得够精明, 和周瑞文认识了八年, 我怎么不知道她脸皮这么厚, 明明是因为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办婚礼, 会加剧负面传闻, 还好意思拿我来当挡箭牌, 很好, 既然这样, 那我就去, 而且她觉得, 我不会大闹婚礼现场, 那我就偏要闹, 更何况, 我手上还有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正愁不知道往哪里丢呢, 好, 我参加, 不过既然你是想澄清的话, 我建议你多找些媒体记者来参加婚礼, 我可不想白去, 太好了, 小鱼,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帮我的, 周瑞文差点要伸手过来握住我的手, 我条件反射地往后缩, 她愣了一下, 尴尬地缩回手, 我本不想理她, 但又不能现在马上撕破脸, 只能缓解尴尬, 毕竟夫妻一场嘛, 像你说的, 澄清也是在帮我自己, 我也不想受这些传闻影响, 让外公看到了, 也不顺心, 对, 对, 周瑞文已经止不住笑容, 我忍住内心想揍死她的冲动, 勉强陪笑, 希望接下来, 周瑞文和江倩, 能接住我这份大礼, 周瑞文和江倩结婚当天, 我特意打扮一番, 大方优雅, 却又不抢任何人的风头, 只有以这样的形象出现, 才会让人觉得, 我是真心来参加婚礼, 不是来闹场, 我很早就到了, 现场来的宾客还没几个, 周瑞文欣喜地来迎接我, 带我进去, 作为新郎, 他忙得不可开交, 也只是寒暄几句就离开了, 但我也希望他赶紧离开, 毕竟我还有正事要做, 我在现场转了下, 终于找到了放结婚视频的电脑, 趁没人的时候, 我找准时机, 赶紧用江倩和朋友聊天的视频, 替换了他们的结婚视频, 我心满意足地离开, 回到了宾客席, 宾客和媒体记者陆续入场, 婚礼开始后, 江倩挽着爸爸走入宴会厅, 在台上和周瑞文交换戒指, 互相亲吻, 两人在台上感动致辞, 诉说彼此是自己今生的最爱, 一辈子不离不弃, 我冷漠地看着这一切, 仿佛我不是周瑞文的前妻, 不是江倩同父异母的姐姐, 只是个毫不相干的局外人, 所谓心思, 不过如此, 婚礼仪式很顺利, 周瑞文和江倩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 牵着手准备下台, 而这时候, 他们背后的大屏幕开始播放他们的结婚视频, 整个宴会厅瞬间回荡着江倩和他朋友的聊天内容, 坐在前排的, 我很明显看到了江倩的慌张和周瑞文的惊诧, 关掉, 快点关掉, 江倩急得大喊, 不许关, 周瑞文怒吼, 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大屏幕, 江倩在台上拉着周瑞文, 想把他拉走, 但是他无动于衷, 依然紧紧地盯着大屏幕, 台下宾客哗然一片, 议论纷纷, 在场的媒体也拿起手机和摄像机, 拍着台上的视频, 视频又滚动播放了一遍, 江倩已经在周瑞文旁边哭了起来, 很激动地在跟他解释, 但是周瑞文已经猛了, 不论江倩在旁边哭, 还是在喊, 他都没有理会, 最后他看了一眼江倩, 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悲痛, 然后一把甩开江倩, 独自离开了, 媒体记者纷纷跟上, 有些追不上周瑞文, 就上台去围着江倩, 我爸爸和江倩妈妈 赶紧帮忙拉开, 但寡不敌众, 最后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把江倩给拖走了, 至于我, 当然是赶紧离开, 毕竟作为周瑞文的前妻, 我肯定也会被媒体记者围堵, 这场婚礼才过去区区不到两个小时, 各大媒体已经在疯狂报道, 这都要归功于周瑞文请来的媒体够多, 网上舆论逐渐发酵, 我刷着手机, 心里直呼痛快, 希望周瑞文和我爸爸看到明天的股价, 还能坚持住, 没想到周瑞文请来的媒体厚劲这么大, 婚礼的事情在网上发酵了好几天, 都还没完全消停, 虽然周瑞文的公司被好几家大的合作商解约, 但还在苟延惨喘, 不过我爸就有点惨了, 公司已经快支持不住, 濒临破产, 在我刷手机看网上热评的时候, 突然弹出来一条信息, 爸爸希望单独和我谈谈, 我欣然答应, 和他约在了一个偏僻的茶馆包厢里, 到茶馆之后, 爸爸已经先到了, 他看起来憔悴多了, 人都比以前瘦了些, 脸色也不好, 我坐到他的对面, 也没有打招呼, 只是看着爸爸喝了一杯又一杯的茶, 像是灌酒一样, 小鱼, 新闻你应该也看到了吧, 不知道您指的是哪条新闻, 我的声音很冷漠, 因为倩倩婚礼上的事, 公司现在陷入了危机, 连你外公都要收回品牌的本地代理权, 你看能不能帮帮爸爸, 去劝劝你外公, 爸爸, 你应该知道, 如果是外公决定的事情, 谁都改变不了, 我也一样, 这话倒是不假, 外公向来都是如此, 说一不二, 一旦他决定了的是, 没有谁能够改变, 那, 你能不能借爸爸一点钱, 先帮爸爸渡过难关, 清泉山庄的别墅以及公寓都卖出了, 我手上当然有闲钱, 爸爸肯定也是知道这一点, 才敢来找我的, 虽然爸爸的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但我却狠狠地拒绝了他, 放心吧, 我是不会借给你的, 你的公司, 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破产也是你自己的事, 我完全没有必要借你, 但我是你爸爸呀, 爸爸看着我, 有些傻眼, 他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我冷笑一声, 原来你还知道你是我爸呀, 你什么意思, 爸爸这时候才察觉到事情有些不对, 严肃起来, 你敢说江倩假怀孕的事情, 你真的从头到尾都不知道吗, 那天在婚礼上, 我很明显地看到, 爸爸对视频的内容不是震惊, 而是慌张, 可见他早就知道江倩假怀孕了, 所以在被曝光的时候, 他才会慌, 你明明知道, 却隐瞒这一切, 看来你是想让江倩替代我在周家的位置, 好帮你的公司, 对吧, 当在婚礼上看到爸爸和周瑞文的几个合作商像朋友一样聊天时, 我就有些奇怪, 这几个合作商我都认识, 和周瑞文在一起的时候, 我从来都没有给爸爸介绍过, 周瑞文也没有, 我猜测是周瑞文和江倩在一起之后, 他做中间人介绍的, 也许是被我猜中了, 爸爸不敢说话, 没有任何反驳, 我痛心地摇了摇头, 你为了自己的利益, 居然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去拆散另外一个女儿的家庭, 你觉得这样的爸爸, 我还会帮吗? 所以你现在是要把你和瑞文离婚的事算到我头上吗? 你今天来, 是来找我算账的, 爸爸恼羞成怒, 凶狠地瞪着我, 对着我吼, 但我丝毫不惧怕, 如果要算账, 那恐怕我们之间有很多账, 都要好好算一算, 我的眼神犀利起来, 我们要从哪一笔开始算? 不如就从妈妈那笔开始算好了, 怎么样? 你到底想说什么? 爸爸的声音低了不少, 气势也弱了, 怎么? 说到妈妈, 你心虚了, 也对, 妈妈才离开不到半年, 你就和别的女人结婚, 看来你是真的很着急, 要把妈妈从你的生活里抹掉, 别说了, 别再说了, 爸爸急得捶了两下桌子, 双目星红, 看来我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 我偏要说, 我的声音也因为愤怒, 不自觉扩大了好几倍, 当初要不是你出轨秘书, 妈妈怎么会抑郁而终, 你不敢提起妈妈, 不就是因为你不想别人知道, 你是个吃软饭的吗? 说起妈妈, 我的内心已经不只是愤怒, 还有痛心, 当初爸爸娶妈妈, 也是想利用外公家的资源, 帮助自己的公司, 让自己的事业得到大大的上升, 而妈妈大概也想不到, 自己居然嫁给了一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不过对于爸爸出轨的事情, 我印象不深, 毕竟妈妈离开我的时候, 我才三岁, 妈妈离开不到半年, 爸爸就娶了一个新妈妈回来, 也就是姜倩的妈妈, 后来她怀孕了, 我身边的人都在告诉我, 有了弟弟或妹妹之后, 我就会被抛弃, 再加上她对我也不好, 所以那段时间, 我在这个家总是唯唯诺诺, 小心翼翼, 生怕做错什么事, 就被赶出家门, 外公来家里看我的时候, 见我这副可怜的模样, 当即跟爸爸吵了一架, 把我带走了, 从此以后, 我就跟外公一起生活, 等我对爸爸再有印象的时候, 已经十五岁了, 他经常来看我, 给我带好吃的, 关心我的学习, 也会给我零花钱, 但也总是被我外公赶走, 有一次他过来告诉我, 他希望我能考他那边的大学, 这样外公就会放我走, 让我回家, 一开始我还是犹豫的, 后面他不断表现出自己的后悔, 愧疚, 希望在有生之年, 能够弥补我, 以及一家人团圆, 我信了, 相信了他所谓的一家团聚, 高考的时候, 我考过来了, 大学那会儿, 他也依然对我很好, 经常叫我回家吃饭, 也是在那时候, 我看到了江倩妈妈, 我总觉得他很眼熟, 但我的记忆又很散乱, 而且他在爸爸面前很关心我, 等爸爸不在了, 他又对我很冷漠, 慢慢地, 我才想起小时候的事, 原来他讨厌我,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而已经是半辈子的事了, 大学毕业后, 因为江倩妈妈的关系, 我很少回家吃饭了, 但奇怪的是, 爸爸也不像之前那样, 热情地问我了,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他已经拿下外公公司 在这里的品牌代理权, 他的公司又上升了一大步, 我开始怀疑他对我的好, 不过是他为了公司装给外公看罢了, 所以结婚之后, 我对他也很冷淡, 更不想让周瑞文和他有过于密切的接触, 所有业务相关的请求, 我都不回应, 我不可能在明知道他对我有所企图的情况下, 还不提防他, 可能也因为如此, 他在我身上捞不到周瑞文的好处, 就把主意打到了江倩身上, 反正江倩已经搭上了周瑞文, 再加上江倩和他更亲近, 谁做周瑞文的妻子不重要, 只要他能从周瑞文身上获得他想要的就好, 从头到尾, 江倩是他的妻子, 我是他的妻子, 而周瑞文, 则是他的囊中之物, 我就问你一句话, 你是戒还是不戒, 真面目被拆穿, 爸爸已经不屑在和我打感情牌了, 直接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 我不会戒的, 我要亲眼看着你的公司倒闭, 看你算计了一辈子的心血, 就这样毁于一旦, 我和周瑞文这段失败的婚姻里, 周瑞文是有错, 但爸爸的推波助澜, 助长了江倩的气焰, 还敢把主意打到外公送我的别墅, 现在他们就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还回来, 好, 好, 真是我的好女儿, 有够狠心的, 我看她气得胸膛高低起伏, 不恼反笑, 放心吧, 我没你狠心, 至少我只想看着你的公司破产, 但是过去你要走的是我妈妈的命, 那你别忘了, 江还是老的辣, 想打倒我, 还没那么简单, 你别高兴太早, 爸爸放完狠话就跑, 但我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现在的他不过就是直直老虎, 而且他把一切压在了江倩身上, 最后却又毁于江倩, 这对他已经是最好的惩罚, 婚礼的舆论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才逐渐冷了下来, 但爸爸的公司已经没救了, 在舆论还没完全冷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宣告破产, 周瑞文毕竟还是家大业大, 直到现在, 依然苦苦支撑着, 只不过家业再大, 也有用完的一天, 气数已尽, 不过是苟活罢了, 至于我, 仍然像刚离婚那样, 双耳不闻窗外时, 美滋滋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 每天做做饭, 研究怎么剪视频, 偶尔和粉丝聊聊天, 分享厨房的趣事, 自在惬意, 但我永远想不到, 周瑞文的妈妈有一天会上我的门, 不过我也不用猜, 她肯定是为了周瑞文才上门的, 毕竟我们之间唯一的交集也只有她, 我倒了杯茶给她, 然后坐到对面, 只见她优雅地拿起茶杯, 小米一口, 在优雅地放下, 就算家里出现了危机, 她也依然能宠辱不惊, 说实话, 如果我们不是婆媳, 而是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作为晚辈, 我应该会很敬重她, 将于, 我就直说了, 瑞文公司的事, 我想请你帮帮忙, 您也看到了, 就连我爸爸的公司都破产了, 我想我帮不上任何忙, 我心里一顿嘲讽, 就连我爸爸的公司我都不想救, 更何况你儿子的, 哪里来的自信, 你不是帮不上, 而是不想帮, 我知道你有这个能力, 周瑞文的妈妈不愧是曾经的女强人, 在来之前, 就已经先摸清我了, 在周瑞文接手之前, 她爸爸留下的公司, 一直是她妈妈在管理, 本来大家以为一个女人要打理好公司, 肯定很困难, 都非常不看好, 但是周瑞文的妈妈不仅管理得很好, 还让公司前进了很大一步, 若不是她这一步, 周瑞文闹出的舆论早就把他们家吃干抹净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你绝对不是置身事外的人, 我当然不是置身事外的人, 我可是受害者, 先在大家的眼中, 我是个丈夫出轨, 小三还是自己妹妹的可怜人, 我冷眼看着周瑞文的妈妈, 听到周瑞文出轨, 她的神情也显得有些不自然, 她是聪明人, 又怎么会不明白我这话的含义, 但还是极力地隐藏自己的情绪, 你说得没错, 瑞文确实对不起你, 但你们好歹夫妻一场, 你也不忍心看着她终日消沉, 多年的打拼都白费了吧, 我忍不住冷笑一声, 当初您逼着我和周瑞文生孩子的时候, 也没见考虑我们的夫妻情分啊, 怎么现在离婚了, 反而还要求我念着了呢, 你, 她脸色煞白, 也知道我指的是什么, 当初因为她一直催着我们生孩子, 又总是对我们夫妻生活指之点点, 让我们之间闹得很不愉快, 但是周瑞文在我们二人之间周旋, 每天都心力交瘁, 加上当初她也答应过我, 五年内先不要孩子, 所以她也求她妈妈不要再闹下去了, 无奈之下, 她妈妈选择搬走, 回到老家, 后来我和周瑞文还是经常为了孩子的事情吵架, 也是那个时候, 我才知道她其实是想要孩子的, 而且还责怪我把她妈妈赶走了, 可我只是希望她妈妈能尊重我们, 不要过度干涉我们的生活, 想来也是在这个时候, 我和周瑞文的夫妻感情出现了裂痕, 才被将冼有机可乘, 果然, 我就知道, 瑞文根本就压不住你, 当初我就该坚决反对瑞文和你在一起, 您说得对, 我也觉得, 你就应该坚决反对, 这样我也不至于要去面对一个被叛出轨的渣男丈夫了, 听见我骂周瑞文, 她站起来, 怒气冲冲地指着我, 你, 你说话都是这么难听, 这么没教养的吗? 教养要看对谁, 面对一个出轨的丈夫, 我需要的不是教养, 而是要让自己爽快, 我和周瑞文在一起八年, 结婚三年, 我用尽全部的关系, 帮她拉业务, 只希望她能尽快在公司站稳脚跟, 结婚之后, 她希望我能在家做全职太太, 多照顾家里, 好让她放心拼事业, 为了她, 我答应了, 可是我在家里真的轻松吗? 她哪一次喝醉了酒, 不是我开车去接, 照顾到凌晨, 她生病的时候, 有哪一次不是我陪床一整晚? 我呢? 我生病的时候, 她不是在出差, 就是在开会, 我只能安慰自己, 她是为了工作, 我连抱怨都不能有, 每次下班, 她一回到家, 永远有热腾腾的饭菜等着她, 可她却开始嫌弃我做的饭不好吃, 指责我来来回回只做这几道菜, 到最后, 她给我的回报, 就是为了外面怀孕的女人和我离婚, 就这样的一个人, 凭什么还要求, 我对她有教养, 我将心中的所有委屈一吐而尽, 刚刚还闷堵的胸口, 也舒爽了不少, 最后周瑞文的妈妈是摔门离开的, 虽然一开始她是来找我帮忙的, 却被我一口拒绝了, 再加上, 我又把她的宝贝儿子数落了一番, 她自然是不爽的, 但经过这一回, 我决定要远离这些是非, 离开这座城市, 回到外公那边, 我累了, 想找个真正安静的地方, 好好休息, 我托中介把我住的这套公寓挂出去售卖, 这是我手上最后一套不动产, 包括现在开的车我也拿到二手车行卖掉了, 处理完这里所有的东西, 我订好机票, 准备离开, 临走之前, 我看到了周家破产的新闻, 但我也不意外, 自打看到几个大合作商跟他们停止合作之后, 我也就猜到了, 而且那群老董事肯定也是袖手旁观, 分红的时候, 他们最积极, 出事了, 他们也跑得最快, 在临走的前一天晚上, 周瑞文来公寓找我, 敲门声和门铃声交替进行着, 而且他拍门拍得很大力, 要不是门足够坚固, 我都很害怕门会被敲烂, 我看着可是门铃里的周瑞文, 似乎是喝醉了, 连站都站不稳, 见我不开门, 他开始在外面自言自语, 小鱼, 对不起, 是我一时糊涂, 才会和你离婚, 你打我也好, 骂我也好, 求求你, 让我见见你, 是我错了, 是我错了, 我站在门口思索了一会儿, 还是决定不出去见他, 既然我已经决定要离开了, 再见面, 也没有任何意义, 不过他一直在门口大喊大叫, 也不是办法, 街坊邻居都要被他吵醒了, 于是我决定报警, 周瑞文的闹腾, 没有影响我第二天的离开, 早上我拎着行李, 打车去了机场, 在等待登机的时候, 我给外公打了电话, 外公, 我在机场了, 下午就到, 嗯, 到时候我让秦特助去接你, 还有你舅舅说了, 晚上要亲自下厨, 给你接风洗尘, 我忍不住笑了, 要下厨也应该是我来, 舅舅那么多年没做饭了, 他的厨艺应该早就离家出走了吧, 哈哈, 连外公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老实告诉你, 他昨天刚试了手, 确实如你所说, 所以啊, 这顿晚饭还是等我回去做吧, 舅舅的心意就让我心灵好了, 外公突然一阵沉默, 我好奇问, 外公, 怎么了,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外公就放心不少了, 刚刚还以为外公出了什么事, 原来只是担心我, 我松了口气, 外公, 我很好, 没什么事, 不用担心我, 都怪外公没有保护好你, 我听见电话那头传出一阵叹息, 别这么说, 外公, 你不仅把我保护得很好, 我还用你教我的东西, 保护了我自己, 我知道外公觉得自己没有保护好我, 让我走了妈妈的老路, 但在我小时候, 外公就告诉我很多为商之道, 还教了我最重要的一点, 欲试不慌, 处事不惊, 只有冷静, 才能找出问题的关键所在, 并一一击破, 还要学会忍耐, 小不忍则乱大谋, 只有忍耐, 才能成大事, 所以外公其实已经保护好我了, 我并没有走妈妈的老路, 好, 我不说, 我不说, 小鱼啊, 等你回来, 外公给你介绍下小齐医生, 我的小脑袋冒出个疑问, 小齐医生是谁, 不过我不想知道, 因为这肯定是外公要给我介绍的对象, 外公啊, 这个话题我们以后再聊, 反正下午我就到了, 不急于这一时, 我赶紧挂了电话, 这种事情, 当然是能拖就拖了, 和外公结束通话, 我一个人靠着一背, 望着偌大的机场发呆, 突然一个人影从我旁边过去, 我抬头一看, 一个女生正紧紧地抱着一个男生, 脸上止不住的笑容, 你终于回来了, 我好想你啊, 女生对着男生撒娇, 对不起啊, 这次出差事情有点多, 所以晚了几天回来, 没关系, 工作重要嘛, 女生捏了捏男生的脸, 不过我还是要罚你, 就罚, 你给我做一顿饭好了, 那有什么问题, 走吧, 我们现在就回去, 给你做饭吃, 男生牵着女生的手, 拖着行李就离开了, 而我看着他们的背影, 却陷入了回忆中, 刚大学毕业的时候, 周瑞文也是经常出差, 我不忙的话, 也会到机场来接他, 每次接完机回去, 我就会给他做饭, 那时候他总是对我的菜赞不绝口, 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嫌弃我做的饭了呢? 大学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我们能走一辈子, 那时候的他对我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不管我想做什么, 他都会默默地支持我, 而且他也很上进, 为了守住爸爸留下的公司, 提早进去实习, 只希望能获得董事会的支持, 早日帮妈妈减轻负担, 当时我特别欣赏他那股不服输的劲, 好像再大的困难摆在他面前, 他都能化解, 我们还常常在一起幻想着未来, 每次讨论完, 都像是提前过完了一辈子, 然后我就会开心地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并排坐着, 想着想着, 我居然流下了一滴泪水, 滴在了手背上, 这是我和周瑞文离婚后第一次哭, 登机的通知回荡在整个机场, 我擦掉眼泪, 起身拉着行李往登机口走去, 走了两步, 我又停了下来, 环顾整个机场, 这回是真的要走了, 就让所有美好的, 不美好的, 都留在这里了吧, 以后, 我一定还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 我穿着白色的婚纱, 从二十九楼跳下去的时候, 看到了蒋勋正拉着那女人的手, 还有五六米的距离, 就能走到楼下的单元门前面, 而我的下落速度, 正好可以让他们在走到门廊之前, 摔在他们面前, 想要带着新人进我家, 就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我以为蒋勋看到, 跟着她走过十年风雨的我, 死在她面前会痛不欲生, 会震惊痛苦, 会后悔醒悟, 然而, 她却第一时间去捂住了女人的眼, 呵, 男人, 我感觉到身体轻飘飘的, 从地上那具血肉模糊的身体里走了出来, 我看到很多人围了过来, 朝地上的我指着点点, 小三和蔓的脸上惊慌失措, 吓得躲在蒋勋怀里直掉眼泪, 我却没错过她眼底一闪而过的笑意, 有人报了警, 却不是蒋勋, 此时的蒋勋正紧紧护着和蔓, 连多一个眼色都没给地上的那具尸体, 别担心, 没事的, 没吓到我们的孩子吧, 她轻轻摸着和蔓的肚子, 一脸疼惜, 和蔓眼角还挂着泪花, 双手紧紧拉着蒋勋, 她为什么要这样, 那一脸绿茶呀, 我恨极了, 扑上去对着她的脸左右开弓, 不留余力地又善又打, 我为什么这样你特么不知道, 不是你插足我的家庭, 我会家破人亡, 你现在还装无辜半可怜, 我画画你的脸, 我愤怒地对着这对狗男女又踢又打, 可惜我现在只是一缕空气, 我打了一通, 累得气喘吁吁, 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疼痛, 他们连我在旁边都感受不到, 蒋勋一脸厌恶地看着被众人围观的尸体, 连一句话都不愿浪费在我身上, 我看着当年对我温柔小意, 说要护我一生一世的男人, 此时却连我最后的体面都不愿护着, 还是同一栋楼里, 那位住楼下的那位胖男人脱掉了外面的衬衣, 用来盖住了我那张面目全非的脸, 如果说之前我还对蒋勋有一丝丝幻想, 那此刻我已经心如死灰, 我恨得指甲都嵌入肉里, 我以为拿自己的命就能去惩罚这个男人, 没想到只能让我看清自己对他的无足轻重, 警察来了, 了解了情况之后, 把那对狗男女都拉去了警局, 我游游荡荡跟着他们一起到警局, 坐在他们对面, 听到蒋勋红着眼睛, 揪着自己头发, 失魂落魄地跟警察说, 那是我前妻, 他有狂躁症和抑郁症, 我跟他一直感情不合, 很早就在商议离婚, 但他一直纠缠不肯离婚, 无数次用自杀来道德绑架我, 还去骚扰我的朋友, 我本以为他能知道感情是没法, 勉强的, 没想到他最后竟然用这么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 他说的情真意切, 满是对曾经救人的怜惜, 要不是我刚才全程看到他的样子, 要不是我经历过那场, 被逼到走投无路的离婚大戏, 我差点都被这位有情有义的男人给骗了, 他把小三称为朋友, 把他们一起用各种不要脸的方式, 逼我情绪失控说成我有病, 最后又把他们的错误全都归咎在我 不肯离婚和极端上, 我之前那么多年, 果然是眼瞎了才会一心一意地 爱着这个男人, 我识人不清, 活该落的这样的下场, 我以为这已经是最难熬和难堪的了, 没想到, 这还只是开始, 和蔓很快就搬进了这个家里, 这里是全市最繁华地段的高级住宅, 寸土寸金, 最顶楼680平的两层, 富士就是我家, 我当然不只有这套房子, 但这个小区旁边就是全市最好的幼儿园和小学, 全城的有钱人为了让孩子上这个学校, 多数都在这个小区里买房了, 即便发生了跳楼事件, 也没让小区的房价受到影响, 因为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住者, 这件事很快就被压下去了, 明知道我死在这里, 和蔓还是搬了进来, 他想做这种人上人, 想得太久了, 和蔓成了这个家的主人, 把我家里原先住家的保姆司机, 和照顾闹闹的贴身管家都辞退了, 找了他妈和老家的几位亲戚过来顶替, 还把房子里关于我的照片和所有东西, 全都给扔了出去, 闹闹不让他们扔, 被和蔓就过去, 用力甩了两巴掌, 然后恶狠狠告诉他, 以后这个家里, 我才是你妈, 你要是想死, 我可以送你去找你的死鬼妈, 我因为放心不下闹闹, 所以没有马上去投胎, 每天跟在闹闹身边, 看到那女人把狗吃剩的东西递给闹闹吃, 闹闹哭闹不吃, 她就用力把孩子的头摁到狗碗里, 孩子被碗里的残羹剩饭呛到呼吸不过来, 那母女俩就揪着孩子的脖领拎到卫生间, 直接用冷水冲头冲脸, 让她狂咳狂哭不止, 那两个女人却在那幸灾乐祸, 让她要死早点死, 别占她儿子以后的资源, 此时的我想用刀捅死这两个畜生不如的人, 但我的手穿过刀背, 根本提不起来,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当着我的面, 虐待我的儿子, 儿子全身淋湿, 被他们就这么丢在了厕所里, 他浑身发热, 又疼又饿, 小小的拳头攥在一起, 好不容易等气喘顺了, 他缩在墙角, 呜呜哭着喊妈妈, 小小的孩子不明白, 为什么只是过了两天, 他就从天堂掉到了地狱, 我跪在儿子小小的身体旁, 哭得撕心裂肺, 闹闹妈妈错了, 妈妈不应该丢下你, 就这么死了, 我们应该留下来保护你, 都是妈妈不好, 然而世上根本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我做了这个决定, 就要承受这个后果, 我只希望蒋勋回来看到儿子这样, 能好好修理那个女人, 毕竟闹闹是他的亲儿子, 然而我又想多了, 蒋勋回来先是问了 和慢肚子里孩子的情况, 直到保姆把菜端上桌了, 才发现闹闹不在, 闹闹呢, 他问, 和慢边往他嘴里塞水果, 边温言软语, 他放学回来就吃了些东西, 说是今天累了, 不吃晚饭, 直接睡觉了, 闹闹睡觉的问题一直让我们头疼, 以前晚上九十点还在蹦的都是常事, 怎么可能早睡, 可这么漏洞百出的谎言, 蒋勋还是信了, 他低头喝汤, 时不时给他的新老婆加菜, 叮嘱他多吃点别饿着, 他不知道这个女人一天在家除了吃就是睡, 而他自己的儿子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 是的, 一天一夜, 这女人自从来这之后, 就没再送闹闹去上过幼儿园, 他嫌让他上学花钱, 也不想让这个孩子受什么好的教育, 他跟学校那边说家里有事要请长假, 然后告诉闹闹, 他就是这个家里多余的人, 而他不养闲人, 以后要是不干家务, 连饭都没得吃, 可怜闹闹以前连衣服都是保姆帮穿的, 况且他只有三岁, 能干什么家务, 然而何曼不管, 他一折磨闹闹闹未乐, 让他趴在地上, 一寸一寸地擦地板, 他小小的身子被擦地板的水弄湿了, 冷得上下崖打站也不敢停, 因为一停就会被余人用电机磅电他, 手擦破了也不敢哭, 一哭又要被电, 这女人专门电他有衣服盖住的地方, 这样就不会在皮肤上留下任何伤疤, 如果闹闹胆敢告状, 那等待他的将会是更加可怕的惩罚, 在这种压力下, 闹闹发高烧不退, 和曼特地拖到第二天才带他去了医院, 医生告诉蒋勋说, 孩子是受寒外加饥饿, 蒋勋终于觉得奇怪了, 和曼跟蒋勋哭诉, 都是我不好, 没看好他, 觉得他不喜欢我, 我就由着他的性子, 让他玩水, 所以发烧了, 他不喜欢吃饭, 我也没做到母亲的责任, 他不想吃我做的饭菜, 我应该想别的办法, 而不是死心眼一直给他做, 闹闹不喜欢和曼蒋勋, 是知道的, 听他这么说, 他揉了揉太阳穴, 拉着和曼的手, 辛苦你了, 小孩不懂事, 我又不经常在家, 以后你要多关心他, 毕竟他现在还小, 和曼一脸情真一切, 一手握着蒋勋的手, 一手伸进闹闹的被子底下, 用力掐着他细嫩的皮肤, 他就是我的亲儿子, 我不照顾他谁照顾他, 你放心, 我一定把家里打理好, 我觉得我快疯了, 我不能把孩子再继续留在这里, 让这个蛇蝎女人祸害, 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 如今能护着闹闹的, 只有我的父母了, 可我的父母自从把公司交给了我搭理, 他们就去了个靠海的城市养老, 母亲身体不太好, 去空气好节奏慢的城市有利于他们修养, 以前我管公司的时候, 因为太忙, 每年只能跟他们打打电话, 后来我退回家里了, 但因为有孩子, 孩子又要上学, 也只有每年过年把他们接回来住一段时间, 我死亡的是, 蒋勋一直在瞒着我父母, 所以我已经火化完了,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的宝贝女儿已经没了, 我夜夜跑到了我母亲的梦里, 母女怜心, 她终于起了疑心, 给我打电话一直是关机, 我父母终于忍不住, 没通知蒋勋, 两人直接坐飞机回来了, 我看到我父母风尘仆仆地来了, 我哭得稀里哗啦, 却无法跟他们相认, 楼底下的安保队长认得我父母, 让他们进了小区, 他们来到自己女儿女婿的家门口, 出来开门的却是个遗旨气使的老太婆, 直接问我妈找谁, 找这里的女主人, 老女人上下打量我父母, 我女儿不认识你们, 走错门了, 对方说完就要关门, 我妈拉住她, 你到底是谁, 谁允许你在这个家胡说八道的, 几人扯在一起, 老女人力气大, 一把推开我妈, 你女儿已经死了, 你找她去墓园, 别来这里闹, 这里现在是我女儿女婿家, 你们给我滚圆点, 我父母又惊又气, 给蒋勋打了电话, 这才了解了事情的经过, 我妈自己在我家门口晕过去, 即便这样, 她们也没让她进屋, 在屋里的闹闹听到门外外公外婆的声音, 哭喊着要他们带她离开这里, 换来的是一阵拳打脚踢, 直接晕在门口, 我爸听到屋里孩子的哭声和被打骂的声音, 气得差点心脏病犯了, 拍着门喊着闹闹的名字, 却被那女人请来的司机给推嗓到电梯间, 扬言在喊就动手收拾他们, 我爸拿出手机要报警, 谁料被那司机一把夺过来, 直接摔在了地上, 用力一脚给踩烂了, 想闹试试吧, 我告诉你, 无论老人小孩, 我一视同仁, 照打不误, 男人说完就开始挑衅似的不停推嗓着我爸, 可怜一个五六十岁的人, 被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故意推来推去, 气氛难当, 但却因力量和体型悬殊而毫无办法, 那两个女人就像看戏一样站在门口得意洋洋, 甚至笑出了声, 我想要过去扶我爸, 但手却穿过他的身体, 根本使不上力, 对面的男人肆无忌惮地嘲笑, 我看着他的嘴脸, 忽然觉得有点眼熟, 但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看着最爱我的人和我最爱的人被人这么折磨, 我在一次恨自己无脑冲动下做出的跳楼举动, 动静闹得太大, 直到楼下有人上来报警, 又打了救急电话, 这场闹剧才结束, 蒋勋去到医院, 我妈还没醒, 我爸狠狠扇了他两耳光, 我女儿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老实跟我说清楚, 蒋勋痛哭流涕, 爸, 温叔他是一时想不开, 自己跳的楼, 我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爸一直在骂他, 说他女儿绝对不会蠢到跳楼, 他不是这样的人, 跟着去到医院的我边哭边听, 我的确不是那种浴室就寻死的人, 可为什么那天我会如此冲动, 做出这样的举动, 父母不相信我是自杀, 去警局报警, 办案人员说在我的卧室柜子里和浴室, 发现了大量的治疗狂躁症和抑郁症的药物, 我没有这些病, 更没吃过那些药, 我不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不是我的东西, 只能说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 家里除了我, 还有保姆和管家, 以及蒋勋, 跳楼那天, 保姆出去买菜了, 管家请假, 孩子跟着蒋勋去游乐场了, 只有我自己在家, 我当时是看到了蒋勋给我发的一条视频朋友圈, 里面和曼拿着一只小马的玩偶, 对着我那只有三岁的儿子闹闹问, 这叫什么, 闹闹以为他问的是马, 就用发音不准的铜音说, 妈, 妈, 和曼一手摸着我儿子的头, 一手摸着自己的肚子, 笑嘻嘻说, 乖儿子, 以后要爱护弟弟, 让这弟弟哦, 一共十几秒的视频, 我看得浑身发颤, 这还不算, 他随后又连发了两条信息给我, 花你的钱, 睡你的老公, 打你的儿子, 现在我已经完成两项了, 还剩第三项, 很快, 以后你儿子的所有东西都是我儿子的, 你儿子只配给我儿子提携, 今天我就要去看看我儿子的房间, 这两条信息很快又被撤回了, 那一刻, 我只觉得脑门的写值充电灵盖, 我知道肯定是和曼拿了蒋勋的手机来给我发这些信息, 想到蒋勋昨天还赌咒发誓, 那些给我发匿名照片的人是别有用心, 就是想要拆散我们这个家, 让我一定要相信他, 我看他说得泪光闪闪, 想到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即便我已经不是第一次收到, 别人匿名发给我的他和和曼的照片了, 我最终还是选择相信了他, 他说很久没带儿子出去玩了, 想带孩子去游乐场玩半天, 然后再把孩子送去幼儿园, 看儿子这么高兴, 我也不忍心拒绝, 就让他们一起去了, 出门前他还叮嘱我要喝奶粉, 因为我最近缺盖抽筋, 他还为我冲好了才走的, 谁能想到这么一位爱妻疼妻的男人, 转头就带着儿子去见了小三, 还看着那女人让孩子叫妈, 如今照片信息是从他自己的手机里发出来的, 他之前的那些赌咒发誓, 不仅打了他的脸, 也打了我的脸, 我越想越气, 我是绝对不会让我儿子任这个女人当妈的, 那个女人想要通过撬走蒋勋, 就夺走我儿子的一切, 想都别想, 这一刻, 我有对蒋勋背叛的愤怒, 也有对和蔓挑衅的气恨, 但归根到底, 我还是更恨蒋勋, 是他不顾我跟他这么多年的感情, 硬是出轨了别人, 才让那些阿猫阿狗有了伤害我的武器, 我一直信任蒋勋, 而他却背着我跟别的女人连孩子都有了, 我之前毫不怀疑蒋勋对我的爱, 毕竟我们一起携手并肩走过了十年的风雨, 他曾开车的时候遇到迎面而来的车祸, 我坐在副驾驶, 正常人的反应是朝左边打方向, 但这就会让我处于极度危险的状态, 可他当时想都没想, 直接往右打了方向, 用他那边直接迎向了对面的车子, 好在当时酒驾的对方也及时杀了车, 双方都没造成太大的伤害, 也正是因为那次, 我才觉得要嫁给那位拿命护着我的男人, 蒋勋说, 我就是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人, 他没有了谁, 都不能没有我, 我相信他到现在依旧爱我, 但这些爱却不能为他的出轨找借口, 这一刻, 我想到了过年时, 我婆婆跟我看一出, 家庭伦理出轨, 巨石唠叨给我听的话, 男人嘛, 就是长不大的孩子, 总是喜欢图一时新鲜, 女人要大度些, 男人犯错的时候要给他改过的机会, 男人心里总不会离开家的, 原来早在那个时候, 他就已经出轨了, 极大的情绪波动, 甚至让我产生了极其极端的想法, 我要让他后悔, 我要让他痛苦, 我今天所体会到的一切, 我要让他千百倍地承受回来, 而我所能想到的, 让他后悔和痛苦的方式, 就是让蒋勋永远地失去我, 我自认为了解蒋勋, 要是因为他们的奸情, 让我失去了生命, 这个女人就绝对进不来这个家门, 我坚信在我这条命的重压下, 蒋勋不可能还继续跟和蔓在一起, 我要毁了这个女人的所有患法, 我要让蒋勋一辈子都守着闹闹, 把她好好带大, 因为这是她欠我的, 这个想法一出现就再也压不下去, 我甚至因为这个想法而亢奋起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我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下了遗书, 然后换上了我跟蒋勋结婚时, 穿的那件设计简单的婚纱, 没错, 我还一直留着, 虽然当时我们没多少钱, 婚纱的材质也很一般, 但那件婚纱代表了我们一起度过的艰苦岁月, 她对我和她来说都意义非凡, 我要穿着这件婚纱死在她面前, 让她余生都活在悔恨当中, 而我写的那张放在饭桌上极其显眼的, 控诉这对狗男女罪行, 并把所持公司股份全都转给闹闹的遗书却不翼而飞了, 再加上我跳楼前气急败坏时发给蒋勋的那些短信, 我最后被定义为情绪性自杀, 我是情绪性自杀吗? 好像是, 但又好像不是, 蒋勋跟和曼的照片, 是三个月前一个陌生号码断断续续发给我的, 三十出头的男人, 又是公司的老板, 多的是主动网上铺的莺莺艳艳, 我不是喜欢捏酸吃醋的人, 对蒋勋也有足够的信任, 在我看来, 只要男人把持住了, 别的女人再怎么铺都没用, 如果男人自己没定力, 光靠我去给她赶那些狂风浪蝶, 那就是治标不治本, 还不够我累的, 如果蒋勋是这样的男人, 还要来有何用? 蒋勋这些年, 也的确没辜负我的信任, 他在公司的那些花边新闻, 他偶尔也会给我当笑话讲讲, 我不后悔, 自己从公司呼风唤雨的一把手为之退下来, 成为他背后为他生儿子洗手做羹汤的贤妻良母, 我和他的感情是在低谷中建立的, 这十年我们除了有爱情, 还有共同创业的战友情, 那些年我们把背后交给对方, 我是他最信任的人, 他亦是我最信任的人, 然而就在三个月前, 我手机里忽然收到一个陌生号码发来的几张照片, 背景是在一个包间里, 蒋勋正搂着一个女人不知在说些什么, 表情放松, 照片拍摄的角度不算近, 镜头也没对焦, 但依旧能看出女人长得不错, 肤白貌美, 穿着一件紧身旗袍, 风乳细腰, 只一眼, 我就看出了这个女人是之前我面试过的人, 名字叫何曼, 她来面试我们公司的财务总监职位, 当时我因为她简历上, 老家是跟蒋勋是一个地方的, 还特别留意了她, 她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各方面都很优秀, 但最终我没录取她, 因为财务总监是个很敏感的位置, 我需要找一位十分可靠的人, 而我在她顾盼生辉的双眸里, 只看到城府和野心, 而且我不喜欢她看我时肆无忌惮的样子, 有种说不上来的排斥感, 没想到因为这件事蒋勋还单独找我谈了, 她认为这位何曼非常适合这个位置, 想要让她来公司, 我的确在简历上无法挑剔何曼, 但演员这种感觉很难说得清, 我只能跟她说我不喜欢她, 蒋勋觉得我做事太过主观, 但我好歹也是在商场里混了这么久, 看人的本事还是有的, 我觉得她不是我要找的人, 坚持没有录用她, 为此蒋勋还跟我争论了一场, 我当时只当跟她争吵, 是因为用人策略上的分歧, 毕竟她才是主管人士的, 只是财务总监的位置太重要, 我才需要亲自把关, 这是过去之后, 我也就没再放在心上, 选到了我认可的人选, 我便安心退回家里相夫教子了, 没想到, 这是之后, 蒋勋和何曼竟然还有联系, 包间里还有其他人, 看脸我也不认得, 我退出商场已经四年, 曾经记得比我自己生日还清楚的那些客户的脸, 如今都被这些年的岁月静好给取代了, 我成了只记得四岁儿子衣服袜子的好妈妈, 再也不是那个叱咤江湖的温总了, 我不知道这些照片是谁拍的, 又为什么要找了我的号码特意发过来, 这种照片以前不是没收到过, 无非就是想要生扑的女人想让我促性大发, 跟爱妻的蒋总闹翻, 最后离婚, 他们就能找到机会入住, 没想到我根本不搭理, 最后都让蒋勋自己去处理了, 这次也是一样, 我把照片发给蒋勋, 开玩笑的口吻, 问他是在哪被人拍到的, 怎么这么不小心, 蒋勋当时说的, 是跟客户谈生意, 发现对方的财务总监竟然是合慢, 所以就坐在一起聊了会, 我当时忙着给孩子做早餐, 根本没细想到底是谈什么合作要财务总监一起出来谈, 就毫无怀疑地相信了他的话, 然而没想到, 直到半个月后, 我又收到了好几张蒋勋根和慢滚在床上一不遮体的照片, 我不是随意猜测胡乱发火的人, 但这种照片已经跟上次在饭局上的搂报不是一个兴致了, 我第一次对蒋勋发了火, 没想到蒋勋的火比我还大, 他打了几通电话, 让公司做图的技术人员把这张图片拿去分析, 并且要报警, 把那个匿名给我发这些造谣照片的人揪出来, 当晚技术人员就发来报告, 说这个照片是PS合成的, 听到这里, 我的火器已经消得差不多了, 蒋勋说他已经记住那个号码了, 明天会让律师去处理, 等第二天, 他回来吃饭的时候说律师追查, 发现是个国外号码, 追查起来非常麻烦, 说这些只可能是熟悉我们公司的对手公司搞的鬼, 看他言之凿凿, 我问他有怀疑的对象吗, 他咬牙切齿, 除了程景明, 还能有谁最熟悉我们公司的, 而且是对手公司, 也就只有程景明的公司, 蒋勋冷冷看我一眼, 像是在怪我当初的引狼入室, 程景明的确是我亲手招进来的, 当时我也是刚毕业, 我家的公司眼看破产倒闭, 我爸妈是没有能力在东山再起了, 我却不想看着自家的公司就这么关门了, 想着反正也要去找工作, 不如就把自家公司做起来吧, 打定主意后, 我就接手了, 我招了几位同样是出生牛独不怕虎的销售, 除了看中他们不服输的闯进, 价格便宜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程景明就是其中一位, 彼时的蒋勋也是刚应聘来我那家小公司做人士的, 他有些不太明白, 为什么加上老板才五个人的公司, 为什么要特意招个H2, 那时的我告诉他, 以后我的公司一定会超过五百人, 不,五千人, 所以人事部是一定要有的, 当时除了程景明, 包括蒋勋在内的其他人明显都是想笑的, 但鉴于我是老板, 来应聘的他们不敢太放肆, 但还学不会掩饰的表情明明白白地告诉我, 他们不信我的鬼话, 但那时的他们最终也没走, 因为同样刚毕业的几人也找不得更好的工作了, 因为人少, 我们五个人分工明确, 我给大家都画了大饼, 为了实现吹过的牛逼, 我拼命去跑市场, 装孙子拉单子, 业绩增长最猛的那一年, 我在酒桌上跟客户喝到胃出血, 在医院住了一个周才出院, 我以为我已经是全公司最拼的人了, 毕竟公司是我的, 但没想到程景明比我还拼, 我是朝八晚九, 每周怎么也得有一天休息的时间, 我虽然想把公司搞起来, 但我也有自己的喜好和生活, 我之前觉得把公司当成家, 把工作当成自己的爱好, 是打工人对工作的嘲讽, 没想到竟然有人真的活成了这两句话, 而且不是讽刺不是挖苦, 而是真真正正的为了这个公司, 我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 竟然请到了这样的员工, 为了对得起这样的员工, 我这个领路人只能更努力地去开拓公司的版图, 只为了给这样的员工更好的未来, 在我跟成景明的双剑和臂下, 公司拿下了不少单子, 再后来, 我们带的团队拿下越来越多的市场, 公司也终于站稳了脚跟, 因为大家一起熬过了无数困苦时刻, 所以我们这个团队的感情极其深厚, 尤其是我和成景明, 他是能让我把后背交给他的人, 蒋勋虽然不是跑业务的, 但跟我们年纪相仿, 看我和成景明经常在办公室聊业务和发展, 他也时常下班了不走, 跟着我们一起为公司的未来出谋划策, 我们三人也在无数次的加班中, 关系也越来越铁,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他们两个竟然都对我有意思, 原来我之前一直以为的, 铁三角, 只不过是他们其中一人不愿看到另一人跟我独处, 说实话, 那时的我一心都铺在公司上, 根本没考虑过恋爱结婚这种事, 但如果非要在这两人中选择, 我大概会更天向成景明一些, 我不想在公司飞速发展的时候去分心, 也私心想要维持这种稳固的铁三角, 关系, 所以并没有跟他们任何一个表露出特别的情感, 我以为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公司在竞标的一个项目, 被对手公司截足先登了, 而在这之后, 我在一次偶然机会中, 听到了对手公司, 是从我们公司一个高层中, 知道了我们的底牌, 在找内鬼的过程中, 我花费了很多心思, 我从核心团队的成员一个个排除, 到只剩最后两个, 蒋勋和程景明, 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都是我没法承受的, 这一路上我们一起面对了太多, 我们并肩作战, 我可以把后背交给他们, 我把他们都当成了亲人一般的存在, 但最后, 还是被背叛了, 当我从对手公司的高层, 嘴里亲耳听到, 跟他们做交易的人是程景明时, 我内心的痛苦, 让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这个人, 证据确凿, 看我不听解释, 程景明没再说一句话, 只在离开的时候, 让我小心蒋勋, 当时我只当他是离开之前, 还要离间我和蒋勋, 非但没听他的, 还从那个时候开始, 跟蒋勋越走越近, 直到在一起, 以前的是历历在目, 然而现在想这些, 也没用了, 当务之急, 就是让我父母赶紧把我儿子带离这里, 如果继续让闹闹留在这里, 我都不敢想以后他会被和曼折磨成什么样子, 我虽然不在了, 但我和我父母还持有公司股份, 既然和曼跟蒋勋这么不待见我儿子, 那我父母带走他, 我儿子应该能比在和曼手里讨生活要好得多, 我知道蒋勋跟和曼不会轻易放过闹闹, 他们或许就等着我父母, 用放弃我的股份来换取抚养权, 如果蒋勋他们提出来, 我父母为了闹闹肯定会同意, 我虽然舍不得自己打下来的江山, 但跟儿子相比,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我父母此时也想到了这一层, 他们从医院赶到公司, 却在楼下被保安拦住, 我是公司的股东, 谁敢拦我, 我爸怒目指着那些人, 蒋勋的秘书一脸傲慢地过来跟我父母说, 我们公司的股东和老板都只有一个, 我们老板姓蒋,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 我就报警了, 我父母打蒋勋的电话没人接, 气得直接报了警, 等警察来了之后, 我才知道, 蒋勋早就在我回归家庭之后, 就已经偷偷把公司给大换血了, 而我和我家人的股权, 也早就被他用各种手段, 全都攥在了自己手里, 我之前刚离开公司的时候, 还三不五时地问问他公司的事, 时间一久他就不愿意了, 说我不相信他, 为了不在家里吵架, 我妈妈也就不问了, 原来那时的公司就已经被他偷了, 想到之前我还想着, 用自己的股份来换自己的儿子, 如今看来就是个笑话, 他们要是不给, 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闹闹一辈子在和蔓手中受折磨, 想到这里, 我就痛不欲生, 跟我一样痛苦的还有我的父母, 这可是他们自己的公司啊, 是他们的女儿一手把这里做大做强的, 如今女婿一声令下, 他们连门都摸不到了, 两个老人在人来人往的街上抱头痛哭, 我看得泪如雨下, 却无能为力, 此时我再次恨透自己, 为什么, 为什么当时会这么冲动, 如今只能让父母和孩子承担这个恶果, 此时一辆豪华停在我们旁边, 一位身高腿长的男人从后坐下来, 他穿着质地考究, 剪裁精良的西装, 长相优越, 我父母花了好一会才认出他, 而我却是第一眼就认出了他, 程景明, 这么多年, 岁月竟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 他依旧跟我们出乡时时那般, 笑容温暖, 明月清风, 他看不到我, 上去扶起我父母, 温书温审, 你们别急, 先跟我上车, 我会为温书讨回公道的, 我愣在原地, 程景明要为我讨回公道, 当初他不是跟我们的对手串通, 想要搞垮我的公司吗, 现在为什么要来帮我, 可现在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了,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有程景明帮我父母, 总好过看着他们无依无靠, 当时程景明离开我的公司之后, 我以为他会马上跳槽到对手公司, 毕竟都已经为了对方偷资料了, 对方又这么看好他, 没想到他没去, 而是自己创业了, 在我回家做家庭主妇之前, 他的公司已经出具规模, 我生了孩子之后就没在关注商场上的事, 更没打听他的事, 眼下看他的样子, 他应该是做得挺成功的, 不过想想也是, 当年要不是有他在, 我的公司也不可能发展得这么快, 他是能力极强的人, 在哪都能东山再起, 父母被他安排到了室内最好最奢华的五星级酒店, 看到酒店人员对他毕恭毕敬地喊成总, 我才知道原来他是这家酒店最大的股东, 看来他的生意做得不是一般的大, 我父母着急, 问他什么时候去找蒋勋,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去跟蒋勋对质, 要拿回自己外孙的抚养权, 程景明让他们稍安勿躁, 说蒋勋会自己找上门, 果不其然, 十分钟后, 秘书就把电话打到了正在听我父母哭诉的程景明那, 说蒋勋想约他见面, 我跟我父母一样, 好奇, 很快我就知道了答案, 从我死了之后, 程景明变不计损失的前后, 截掉了蒋勋的三个大客户, 没有了那几个客户, 蒋勋的公司一年的盈利至少减少一半, 而且程景明丝毫没有收手的意思, 还在继续挖他的客户, 照这个速度, 不出半年, 蒋勋就得打回原形, 所以蒋勋就算在不想见程景明, 也不得不低下姿态过来求和, 我父母想要跟着去, 程景明站起来说, 温书温审, 你们放心, 我会把闹闹的抚养权给你们拿回来的, 不仅如此, 他欠温书的东西, 都要连本带利地吐出来, 我父母没有去, 我仗着没人能看到我, 自己跟着程景明一起去见了蒋勋, 再次见到蒋勋, 我几乎认不出他来, 曾经意气风发, 风流倜傥的蒋总, 怎么就腿成了眼前气急败坏的样子, 景明, 我知道当年温书跟我在一起, 你一直耿耿于怀, 但现在他人都不在了, 你就看在他的面子上, 放过我的公司吧, 蒋勋蹲在程景明的跟前, 几乎哀求, 他对程景明怨恨在身, 但在绝对的资本和实力面前, 他也只能低下姿态来求, 程景明冷笑一声, 看着他, 你还有脸跟我提他, 当年要不是你跟对手公司的人串通, 栽赃嫁祸给我, 温书能被你蒙骗, 蒋勋脸色一白, 又听程景明说, 我还忘了, 温书的确不是好蒙骗的, 所以你又上演了一出英雄就美的好戏, 找你老乡开车来撞你的车, 你装作用命护着他的样子, 终于骗到了他, 我只觉得心中某处破了个打洞, 那些多年前的记忆迅速涌来, 那时程景明刚离开, 我憋着一口气, 每天不是见客户就是在去见客户的路上, 那天为了拿下单子, 我跟客户喝醉了, 蒋勋过来开着我的车把我送回家, 路上就发出了车祸, 而那个撞我车子的男人, 正是之前在我家楼道打我爸的男人, 所以我才觉得他的脸在哪见过, 原来我认为的用命护着我的人, 只不过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蒋勋没想到这是程景明也知道, 他知道否认没有, 只能承认, 我当时也是迫不得已, 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他, 这公司也是他的心血, 你难道忍心让他的心血就这么没了, 程景明眼神刺向蒋勋, 想让我停手也行, 你现在把公司所有股份转到温叔父母名下, 把温叔孩子的抚养权交还给他们, 蒋勋蹭得一下站起来, 他多年的筹谋不过如此, 程景明竟然让他一招回到原点, 他怎么可能同意, 他目露凶光, 程景明, 你别欺人太甚, 程景明不紧不慢地点开遥控器, 对面大屏幕里开始播放视频, 好几十个视频连续播放, 全都是讲述跟何曼商量如何对付我, 如何给我下药, 然后刺激我, 最后逼死我的过程, 这些画面全都是在酒店里, 看样子已经持续拍摄了很长时间, 是在我刚生下孩子, 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开始了, 蒋勋看完, 瞬间瘫倒在地, 你, 你怎么有这些东西, 程景明眼磨微挑, 看来你不知道全市的酒店都有我的股份, 蒋勋慌得不行, 你, 你这是非法拍摄, 办案人员不会采用的, 程景明冷笑, 是吗, 那我们可以试试, 看成景明要叫律师进来, 蒋勋赶忙爬过来求饶, 我错了, 景明, 我知道错了, 我, 我就是一时鬼迷心窍, 我不该听和蔓的, 他跟我一个地方的, 知道我跟温叔好了之后, 一直威胁我说要把我和他的事告诉温叔, 我怕温叔跟我分手, 就只能一直跟他联系, 我就是被他叫缩了, 他, 他说要是不弄死温叔, 我就始终是个入赘女婿, 我实在没有办法, 你放过我吧, 我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终于知道什么叫, 被朱油蒙了心, 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了这么一个男人, 成景明语气发老, 就算你用各种卑劣手段骗了温叔的感情和他的心血, 只要他过得幸福, 我都不会多说一句, 可是你千不该万不该, 在得到了他的一切之后, 还要毁了他, 早知道他跟着你是这样的下场, 当初我说什么都要把他给抢过来, 他说着变红了眼眶, 如果眼神能杀人, 他现在已经将眼前的蒋勋碎尸万段了, 这些视频都是温叔出世之后, 他觉得蹊跷才想尽办法去找到的, 如果他能早点看到, 就能早点提醒他离开这个恶魔, 可惜没有如果, 蒋勋知道大势已去, 立马表态, 我错了, 只要你把东西删了, 我明天, 不, 今天就把公司转给温叔父母, 孩子抚养权, 还有他之前名下的所有东西, 全都还给他, 我看着那些视频,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来我那天之所以这么情绪激动, 无法自控, 是因为吃了他们一直偷偷给我换的药, 这一切都是我遇人不淑, 识人不清, 我活该有这样的下场, 可我的父母和孩子又何孤, 把蒋勋打发走之后, 程景明已在沙发上, 手背盖着眼睛, 鼻音浓重, 温叔, 你看看你都什么烂眼光, 选了那么一个白眼狼, 你放心, 你的东西不会落到那个女人和他孩子手里, 等他把东西都转给你父母孩子之后, 我就送他去吃牢饭, 要不是知道他看不见我, 我都差点以为他是在跟我说话, 原来他人蒋勋这么久, 就是为了让他自己把属于我的所有东西, 全都亲手奉还, 他不会放过蒋勋, 他会为我报仇, 我眼中的泪水滑落, 虽然他看不见, 但我还是朝他鞠了一躬, 这辈子欠他的, 只能下辈子再还了, 虽然愁有人帮报了, 可我还是不甘心, 我想亲手让渣男梦碎, 我想陪着我的孩子长大, 我想伴着父母变老, 我不想欠程景明的, 如果这辈子欠的能这辈子就还, 那该有多好, 就在这个时候, 窗外忽然有道光直直照向我, 我只觉得一阵眩运, 随即就倒了下去, 等我再醒过来, 竟然是在自己家里, 我揉着被压得发酸的胳膊和脖梗, 刚才我所经历的那些冗长可怕的事, 竟然是一场梦境, 我手里拿着手机, 里面的画面正是何曼发的那个让闹闹叫他妈妈的视频, 我浑身僵硬, 这不就是我梦境中跳楼前的那一刻, 看着如梦境中一模一样的视频内容, 我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哪一刻是现实, 哪一刻是梦境, 缓了好几秒, 我起身走到卧室和浴室的柜子前, 竟然真在里面找到那些跟梦境中一样的药品, 我浑身发颤, 如果梦境是真的, 那里面装着的药丸, 就是蒋勋即将要跟警察说我有精神类疾病, 经常会服用的药物, 为了佐证, 真伪, 我又翻找了我之前每天都吃的维生素片, 发现这些药片上都多了一条细线, 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 而我以前吃的那些维生素片, 是根本没有这条线, 这说明蒋勋一直在偷偷换掉我的维生素片, 让我在不知不觉中吃了很多不知名的, 情绪容易失控的药, 所以我才会在看到视频之后, 被刺激地直接去跳了楼, 想到那些梦境很有可能会真的发生, 此时的我在看到荷曼故意发给我看的, 想要激怒我的这些视频和文字图片, 看清渣男面目的我, 内心已经毫无波澜了, 想到我在梦中竟然想用自己的命去换渣男的愧疚和良知, 我心里就哦得慌, 我是多没脑子才会做出这种蠢事, 好在老天对我不薄, 既然让我预演了一遍, 知道了走错路的代价, 这次肯定不能再一错再错, 既然知道了渣男的计划, 我当然要亲手解决这对狗男女, 不然岂不是浪费了他们布局了好几年的心血, 我拿起电话, 犹豫着拨了一个好多年没拨的号码, 没想到那串号码一直没变, 蒋勋半天等不到我打去的质问电话, 自己忍不住打过来问我在干什么, 我此时正坐在程景明的办公室里, 不嫌不淡地告诉他, 我刚睡了个回笼觉, 问他有什么事, 蒋勋有些着急, 但又不能明着提醒我看朋友圈, 只能东拉西扯一圈, 想让我不困之后才挂了电话, 他想得很好, 我一会儿肯定会看到和漫发的信息的, 等我打电话过去, 他就带着小三上门逼死我, 然而他刚放下电话, 就接到公司销售总监的电话, 说公司的两个大客户被撬了, 蒋勋焦头烂额地赶回公司处理, 何曼本以为这次一定能逼宫成功, 没想到临门一脚又出了这种事, 他想拉蒋勋先回家, 但跟公司利润比起来, 逼死我这种事, 还是可以晚一步的, 何曼就算再气, 也只能继续忍下去, 蒋勋以为靠着让利和人情就能挽回客户的心, 没想到这两个客户非但没能挽回, 公司又失去了更多客户, 同时公司的不少骨干也相继跳槽, 公司的客户每天都在流逝, 原本蒸蒸日上的公司, 如今死气沉沉, 十二, 不过一周的功夫, 公司里离职的人已经超过了干活的人, 蒋勋焦头烂额, 自然顾不上何曼, 何曼肚子里有孩子, 本以为能逼宫成功, 没想到事情忽然朝着不可控的方向一路滑去, 眼见着肚子一天天变大, 但蒋勋那边却不再提把他扶正的事, 甚至连他的电话都接得少了, 就算接通也是用公司忙, 没空说这些为由, 匆匆挂掉, 孕妇多思, 尤其是像何曼这种就差临门一脚的, 这时候我故意在朋友圈隔三差五的就发一家和睦, 幸福开心的照片, 不用晒真人照, 只拍下故意营造出来的一家三口的温馨晚餐, 父子靠在一起的亲密背影, 就能让何曼气地跳脚, 我的功夫没有白费, 何曼以为蒋勋这段时间不理他, 是又被我给劝住了, 他不停地给蒋勋打电话, 蒋勋烦透, 直接关机, 没想到他苟急跳墙, 竟然来到我的小区找他, 我特意在他们拉拉扯扯的时候出现, 蒋勋怕我起疑心而去公司查账, 警告何曼这段时间不要再来找他, 然而不久我又在朋友圈说自己怀了二胎, 这个消息对本以为自己已经稳操胜券的何曼来说, 无异于惊涛骇浪, 在我不断用文字和视频的假象刺激下, 他终是慌了手脚, 一而再, 再而三, 不顾后果地去公司, 去我家附近找蒋勋撒泼讨说法, 无论蒋勋怎么解释都不信, 公司那边的情况已经让蒋勋身心俱累, 现在何曼又步步紧逼, 说他要是不马上离婚, 就把他们的事捅给我知道, 自从做了那场梦之后, 我一直请人跟踪他们, 私家侦探拍到了被逼到失控的蒋勋, 在酒店里掐着何曼的脖子, 说要把他弄死的视频, 何曼当然没死, 在最后关头, 我报了警, 警察来了, 蒋勋虽然没成为杀人犯, 但公司已经成了空壳, 人也已经全走了, 没错, 我跟程景明联手, 把我自己的公司给搞垮了, 因为蒋勋出轨, 我没哭没闹, 力索地带着孩子跟他离婚了, 因为我的大度, 蒋勋痛哭流涕, 不停道歉, 说早知道就跟大家好好过日子了, 死过一次的我冷笑, 心说想要跟大家好好过日子, 那是因为你跟何曼的阴谋没得逞, 蒋勋虽然没有杀人, 却故意伤人, 还拖欠商业款, 被判了好几十年, 本来没这么久的, 这其中当然有我的功劳, 何曼被他这么一下, 肚子里的孩子没保住, 精神也出了问题, 在这个城市里, 再也没人见过他, 一切解决之后, 程景明把我的公司还给我, 还顺带帮着优化了里面几个大问题, 在他的帮忙和指点下, 我迅速找到感觉回归职场, 曾经的那些老客户和得力员工也回来了, 在程景明的牵线搭桥下, 我还多了不少优质客户, 我担心孩子没有爸爸的陪伴会感情缺失, 然而闹闹却没什么影响, 我把父母接过来一起住, 家里比以前还热闹, 而程景明又时常过来看他们, 相比以前蒋须宁可出去应酬, 也不愿陪孩子去一次游乐园, 程景明带着闹闹去爬山, 攀岩, 打游戏和学习各种技能, 在他的影响下, 闹闹越来越像个男子, 也跟程景明越来越亲, 两年后, 我在全家的祝福下, 跟程景明举行了婚礼, 我给他带上婚戒的时候, 对红着眼眶的他说, 我很庆幸, 这辈子欠你的, 能在这辈子还上, 如今的我已经怀了景明的孩子, 闹闹对这个即将到来的新成员很期待, 我父母身体健康, 我们夫妻恩爱, 家庭和睦, 拜托了渣男,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要的幸福, 我终于找到了自己要的幸福。